喜欢看完短片爽文的 不要错过了9.9分爽文 重生回到十年前 看着顾颖红扔给我的离婚协议 我淡定的开口五千万欧元 顾颖红大骂你眼里就只有钱 我讽刺的笑笑前生 我的眼里只有她 结果落了一个惨死的下场 重活一世 顾家的公司 股票房产我都要 唯独不要她 我有些茫然的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房间 心中狐疑 我不是死了吗 死在了金奕瑶和张医生的手术台上 被活生生的涛光内脏器官 肾脏主书了胃狗 目光落在日历上 确定再三 我回来了 重生到十年前 今天应该是我那位好老公 顾颖红找我离婚的日子 果然我一年未了 房门框的一声被推开 顾颖红拿着离婚协议 丢在我面前 让我签字 前生我对顾颖红一见钟情 年前顾氏集团出现重大经济危机 面临破产的危险 我求着父亲带着家产嫁过来 那个时候 我还曾经天真的享日久生情 顾颖红中就会被我一片深情感动 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我经历了囚禁 殴打纵火 最后被我那弟妹 开膛破腹取走内脏 死在手术台上 顾颖红粗鲁地扯过我的手 直接把我从床上扯下来 骂到别耍花招 赶紧签字 威缘指我不会爱你 这个恶毒的女人 恶毒前世的种种 在我眼前 如同走马灯一般闪过 感谢老天爷 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这一次我没有心 岂会爱上眼前 这个是非善 恶不分歹毒的男人 五千万欧元 我等淡淡地开口说道 把钱转到我指定的账户 另外 我温家的住宅 逝去的两套别墅 和商铺等一并给我 我揉着被抓红的手腕 冷静从容地看着她 我知道顾颈红会同意的 照着我前世的回忆 这个时候 金瑶怀孕了 她和她如七次交 再说我也就是要 回我温家的东西 钱是我不懂金钱的好处 是我天真的认为 这世上没有什么 比爱情更重要 然而我的爱情复了狗 顾颈红似乎愣了一下子 再然后她 一把抓过我的衣服 直接把我从地上提起来 骂道你 果然像阿瑶说的那样 就是奔着钱来的 胃口不小 我摇手 一巴掌对着她脸上 狠狠地刮了过去 果然被我甩了一巴掌 顾颈红先是错愣 紧跟着就是暴怒 我趁着她发作之前 轻轻地温柔地说道顾先生 你先动手的 还要我签字吗 顾颈红妥协了三年之后 离属于我温家的产业 重新回到我 手里 我没有回温家住宅 而是搬去了 距离顾家比较近的一栋别墅 然后网购了一个望远镜 根据我前世的记忆 下个月 顾颈红就会为金一瑶 举行一场豪华 隆重的婚礼 前世的我深爱着她 敌死也不肯离婚 导致的结果就是 顾颈红把我关在别墅的地下室 谎称已经离婚娶 当时在婚礼上 我以顾颈红妻子的身份出现 闹黄了那场婚礼 顾颈红假装流产 顾颈红把一腔怨气 全部出在我身上 殴打我多次 还逼得我在大庭广众之下 跪下给金一瑶道歉 这一次我 给金一瑶的婚礼 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好礼 我离婚搬到温家别墅之后 就接到广文艳的电话 询问我离婚种种 听到广文艳清亮温和的声音 我突然想要哭 我知道她喜欢我 奈何前世的我 眼里只有顾颖 红这个渣 前世广文艳 为了在火窟中 把我就出去 活生生烧死 我也被烧伤 容颜近毁 饶是如此 金一瑶还是没有放过我 不限我和广文艳私通 顾颖红更是对我拳脚相向 原知有空出来聚聚吗 广文艳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 有空 我笑着答应 离婚之后 我日子清闲之急 不用洗手做更套 不用琢磨顾建红的喜好 不用迎合顾家那一家子的极品 亲戚一摇喜欢顾颖红 就让她去喜欢吧 等着结婚了 她就知道 顾太太事实上就是一个笑话 挑一件喜欢的衣服 化了一个淡妆 挽着把我开心地出门赴约 由于时间还早 路过商场 我准备去挑几件衣服首饰 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才发现 前世我自从结婚之后 为了迎合顾颖红的爱好 我努力地去学经一摇 衣柜中的衣服 都是哪 种妖艳见惑 我自己平时喜欢宿景 竟然找不出来 想来真是可笑 我竟然因为一个不爱我的男人 迷失掉了自己 走进一家品牌专柜 服务员笑着迎上来 恭恭敬敬地称呼我顾太太 我笑着说我离婚了 请称呼我温小姐 贵姐都是非常有眼力见的 自然也不再说什么 门口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 只招待我一个人 不料我衣服 还没有挑好 就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你家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你知不知道 这是顾太太 你一个小小的保安 你得罪得起吗 金方金一摇身边的一条狗 当初做火烧死我的恶毒主意 就是这个女人想出来的 看到我正在挑衣服 金一摇脸色很不好看 金方立刻发难 大声道归原指 就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横刀夺爱 抢人家的男朋友 哟 这三做三你这样的人 怎么还有脸活在世上 我必须要说 金方的嗓门真的很大 瞬间 商场很多人都 向着我这边看过来 金一摇开启她完美的演技 一副弱不禁风 随时要晕倒的模样 可怜兮兮的 对我说道姐姐 你就把简红还给我吧 我笑了若是前世 我真不知道 如何应付这等事情 金小姐这是男人的事情吗 我冷笑道 这是衣服的事情 我先来 我先调等我买好 店家自然会让你进来 你带着人在门口闹事 几个意思 专柜门口的保安连连点头 陪着笑 对金瑶解释说 这是店铺的规矩 请她等等 至于顾颖红 我已经离婚了 一个劈腿的男人 我嫌弃恶心 我冷笑道 以至三作三 以孩子 逼迫顾颖红和我离婚 还有脸来说我 我一边说着 一边描向她 还算平坦的小富 金方就像是金瑶 养了一条忠诚的狗 金忙得狂吹不已 各种误言会语 骂我 最后门口的保安 实在听不下去 把他们请走了 我挑好衣服 付款之后 写了一个地址 让专柜给我送过去 然后就去管文艳 约我的那家咖啡馆 我到的时候 管文艳已经在等我 原指管文艳把一大 捧红玫瑰递给我 笑得温柔 你能够来 我真的太开心了 谢谢我伸手 接过她的花 前世管文艳 曾经多次送花给我 但我没有一次收过 她殷勤地给她拉开椅子 扶着我坐下 我抬头的瞬间 正好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她 清俊温雅的容颜 趁衣扭扣解开 锁骨分外诱惑 四目相投 我在她的眸子中 看到了我的倒影 你喜欢的焦糖马七朵 管文艳把一杯咖啡给我 我发现她眼角微微泛红 没想到这个清俊男 此竟然比我先害羞 我双手抱着杯子 借着咖啡馆并不太明亮的光 打量眼前这个男子 前世 他为了救我而死 今生 我绝对不能够 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原汁真的同意离婚了 管文艳试探性地问道 我笑笑告诉她 已经离婚了 去民政局办理完手续 连的财产都已经分割清楚 我和顾颖红再无任何瓜葛 原汁别太伤心 管文艳安慰我 伤心怎么会 我已经不再爱她了 我笑了我 从未如此开心过 那我有机会吗 管文艳取出一早就准备好的手势盒 打开推到我面前 我看着里面漂亮的粉钻戒着 这才想起来 管家是做珠宝玉石生意的 管文艳更是难得的经商天才 当初她接管家族企业短短几年 就迅速做大做强 我把钻戒戴在无名纸上 笑到挺漂亮 我喜欢一言未了 突然框 得一声大响 转身我就看到了顾锦红 身后还站在金瑶和金芳 金芳的嗓门特别尖锐 顾总我就说她打扮得夭夭绕绕 出门就是和人偷情私通 顾颖红身手就来抓我 怒斥到温元指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竟然敢背着我和管文艳 行这等苟且之事 管文艳忙着身手把我护在身后 呵斥顾颖红 顾总请自重 不要骚扰我女朋友 温元指你给我滚过来 顾颖红头上轻轻抱起 握拳毛子里面都是血丝 我顿时就被气得乐呵了 我知道顾颖红这人 战友欲非常强 大概是和她小时候的遭遇有关 前世她一边采用种种手段折磨我 口口声声地说着 她不喜欢我 她爱的人是金芸有 我就是一个拿着钱 绑她婚姻的恶毒女人 一边却是 连着我看一眼别的男人 她都会怀疑 我和人家有不亲不楚 的关系 温元指顾颈红的气息沉重 盯着我的眼睛 似乎要喷出火来 顾总请自重 我淡定地说到我 和你已经离婚了 离婚协议上 写得明明白白 男婚女嫁各不相关 你已经对外发布 下月就要和金芸小姐举行婚宴 所以我约会谁和你有什么关系 管文艳 简直就是神助攻 忙着说到顾总 小姐都有身孕了 你和温小姐上周才离婚 你这是婚内出轨 还是给人家做接盘侠起当店 管文艳说着 又款款深情地伸手扶着我收到原址 我听我公司的员工说 前天上映的电影挺不错 我们去看电影 我点头拎着包 抱着花鞋同管文艳走了出去 回头 我都能够感觉到 顾颖红要杀人的目光 等她走到外面 我站住脚步 看着咖啡馆 低声在管门艳耳盼说了几句 管文艳听完一脸的震惊 半场这才笑道 不太可能吧 她竟然勾搭上顾颖红 怎么会看得上一个小医生 那家医院是你发小的地盘 查一查我笑呵呵地说道 简红和金一瑶的婚宴 算是S是上层社会的盛事 管家和顾家 有生意上的往来 哪怕顾颈红看管的艳不顺眼 请帖还是要送过去 我的请帖是金一瑶让人送过来的 我知道她就是故意的 前世她就对我恨之入骨 我所有的一切 她都不惜代价要回去 而我却是可笑的 以为我的善良 一定能够感化她 今生我 必定让她血战血肠 今天的金一瑶像 急了一朵白莲花 白色的婚纱 把她衬托得娇艳欲滴 婚礼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四一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就是互换戒指的过程 就在这个时候 顾颈红的手机响了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她似乎有些无奈 跟四一说了 一声 走到一边去接电话 我知道好戏就要登场了 但是预设的剧情还没有开始 一个年轻男子抱着花 向着彩台冲了过去 大声叫道阿瑶 你要带着我的孩子 嫁给别人吗 然后在众人 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情况下 男子抱住金瑶就亲了过去 管文艳手中端着红酒 一脸的错愣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我也一脸的猛 照事者死活拉着金一摇 再然后金一摇就跌坐在地上 白色的裙子上染上了鲜红的血子 好像不太对劲 管文艳凑在我耳畔低声说道 我也知道事情不太对劲 婚礼现场都闹这样了 顾颖红还没有过来 现场的保安似乎也不怎么 给力我叫人盯着管文艳说道 我和管文艳相继离开 晚上我就收到金一摇流产的销 吸 第二天我还没有起床 就接到管文艳的打来的电话 原指那女人疯了 从管文艳那边得知 照事者叫做温赵 是我们家的人 他说是我买通温赵 在他和顾颖红的婚礼上诬陷他 我还说是 温赵趁乱踢打他 导致他流产 昨天晚上 金一摇就找了记者 他穿着病号服跪在地上 声泪俱下 哭着求周把顾颖红还给他 他说他就是想要给顾颖红生的孩子 求求我放过他 顾氏集团可是上市公司瓜 群众最喜欢看什么豪门恩怨 尤其是这种两女争议夫的戏码 而我就是那个歹毒的原配 利用金钱全是 逼死真爱金一摇的人 舆论一片道 全部都是骂我的 我的身份自然也被扒拉出来 温家大小见 温是影业的股东之一 我原本长草的微薄 很快就沦陷 全部都是骂我的 怎么难听怎么 骂 管文艳问我怎么办 他找了工 关押也没有能够押得下去 我这个时候已经明白过来 金一摇自然不会带着别人的孩子 嫁给顾家 直里包不住火 孩子必须要打掉 但是怎么打掉这个孩子 他需要好好利用利用 前世的我闹了他的婚礼 他自然就把这一切顺利栽给我了 今生我愿意离婚 也只准备做一个安静的看客 不得已他买通了一个温家的人 再次把这一切都栽给我 怎么办自然是一笔知道 还值笔深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经纪人 把我手中所有温氏影业股票 全部卖掉 前世自从我嫁给顾颖红 我爸爸就在不久后去世 继母金娟 也就是金一摇的亲娘 接管了温氏影业 他曾经多次 想要我手中温氏影业的股份 前世的我 天真的认为 温氏影业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唯一 念想 死活不同意把股份给他 最后我背上了恶意破产 偷税漏税 商业欺诈等罪名 今生我趁早 把温氏影业卖掉 就在这不到一周的时间 金娟再次作妖了 再次找了记者 对着镜头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待遇 说什么他子宫残破 再也要不了孩子了 于是 网上除了金瑶和金娟雇佣的水君 不断地辱骂我 还有不明情况的吃瓜群众 以及自以为是的键盘侠 开始 对我比诸口罚 把我十八代祖宗都拉出来辱骂 我转埋温氏影业股份的事情 也被人狠狠地操作了一番 于是网上的言论是 这是拿着钱羞辱谁啊 老天爷真是不长眼睛 居然让如此恶毒的女人有钱 瑶瑶别哭 我们挺你 温元指 你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世上 就他婚礼上做的事情 就足够起诉他了 瑶瑶你需要律师援助吗 以上算是比较客气的 不客气的 上来就是问候器官的我 也算是开了眼见 但是我并不怎么生气 自己做的妖 终究会自视哭果 拿到温氏影业股份转卖的钱之后 我把账号准备好 然后发了一份电子邮件 给顾颖红同富一亩的弟弟顾周 然后我找管文艳 帮忙收拾行李出国 我要躲开顾颖红 钱是我爱他爱的深沉 今生细细想想 他所作所为宛如疯子 记得很清楚 当初金一摇哄骗他 说是丧射生育的能力 提出要我的子宫 他说他没有子宫不要紧 但是顾家不能没有后 所以他要我的子宫 他要给顾颖红生孩子 顾颖红居然相信了他这等鬼话 在我茶水中下了迷药 就这样 在我半昏迷的状态下 被摘除了子宫 不管是前世今生 金一摇都不要做子宫移植手术 我的子宫呗 冲进下水道 从此丧射生育的能力 我在后机室的时候 顾建红闯了进来 狠狠地瞪着我 温远指你居然敢拉黑我 顾建红怒斥我 我笑了轻轻地说到顾建红 合格的前夫 就应该像是一个死人 你不去照看你家新婚妻子 跑来找我做什么 你还有脸说 顾建红怒到你 还得阿姚流产伤了身子 这是世上 还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吗 说着他就要拉我 例如我前世 他说 让我把子宫给进医药 他还说 他已经找医生做过匹配 我合适给他做子宫移植手术 顾建红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挑眉冷笑道 我们确实匹配 但是我 为什么要给他 别说子宫 就算是一根头发 我都不会给他 趁早滚得远一点 别脏了我眼睛 我就当三年前嫁了一条狗了 从未曾如此痛痛快快地骂过他 前世我真的太 爱他 竭力地维护他的颜面 最终他的所有今生 幡然醒悟 骂完之后 我竟然全身畅快 顾颖红似乎被我骂得呆住了 大概在他的印象中 我就是一个温婉如水 逆来顺手的人 而他是我的太阳 我怎么可以骂他 忤逆他的意愿 机场的喇叭已经开始催 猝登机我拿着登机牌 走向登机口 温元指你不要温氏影业了 顾颖红追过来拦住我 说道 温氏影业两部电影被卡 不能上线 如资金链出现问题 你要是赶走 就别指望从我这边拿到一分钱 没了他补充一句 老老实实跟我回去 否则你就等着温氏影业破产 我好像听到极为好笑的笑话 眼口笑了好久 这才慢吞吞地说道 温氏影业破产 和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说着 我转身走向登机口 坐在头等机舱的时候 我收到管文彦的威 姓 他正在赶来机场的路上 我告诉他 不用来了 我已经登机了 到现在为止 顾颖红都没有能够回过神来呢 前世 温氏影业 在金针的金银下 每况愈下 然后他就逼着 我去找顾颖红要钱 而我也因此一次次的屈服 一次次滑向更黑暗的深渊 管文彦问我 当真要照着原本的计划实施吗 如此一来 温氏影业就没有拯救的余地了 说我爸爸在意的 只是我这个女儿 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温氏影业 我在夏威夷度假的时候看到新闻 温氏影业偷税漏税 被查金额高达13.4亿 另外 金针涉及商业欺骗不算 他还逼迫手下一人 从事不雅行业 如今已经被警方控制 首先是温氏影业 以及一个大红女星的不雅视频暴露 被推上热搜 紧跟着 金瑶这个蠢女人 竟然召开记者会 镜头哭的 梨花待雨 又是道歉又是下跪 说他妈妈今天是被我坑骗了 我才是温氏影业的 CEO于是我就又上了热搜 网上铺天盖地 骂声一骗 可谓是来势汹汹 但是紧跟着事情就来了反转 三年前我爸爸病逝 捐在董事会上咄咄逼人 强势登上温氏影业 CEO宝座的视频流了出来 所有偷税漏税的问题 都是这三年他接手之后导致 这还不算 一个素人出道的小影星 当众指责金涓利用权势 逼迫他做了一些违法乱计的事情 他输破于前途 他屈服了 但是这两年来他夜夜噩梦不忍了 但随着他自己放出来的不雅视频 顿时网上舆论再次炸锅 金涓成了众矢之地 网上很多人都说金涓有罪 只怕我这个原本温氏的大小姐 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秋之河 我只是笑笑 钱是金涓 得破事 一直都是陆陆续续地爆出来 每一次爆出来 都有我舔着脸 求着顾颖红帮忙押金 在我和管文艳 以及顾州的操控下 原本不应该这个点爆出来的隐私 也全部集中爆了出来 想要靠着几个钱压下去 已经完全不可能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但是这百足之虫 若是让人一段段剁碎 自然也是死得不要不要 金一瑶一再对外宣布 我才是那个罪魁祸首 她会找到证据 证明她妈妈金涓是清白的 我又岂会给她制造所谓证据的机会 顾颖红满怀柔情 联系爱惜着刚刚流产 又需要为这母亲金娟 四处奔走的金一瑶 虽然但金娟被捕 温室影业宣布倒闭 但是就是 没有影响到金一瑶 反而因为金娟的事情 她一次次的下跪道歉 博取了媒体的好感 很多人都夸她是大笑女 紧跟 折就有一个小报记 这长篇类读 报道了金一瑶和顾颖红的恋爱史 浪漫至极 堪称人间风花雪月的典范 而我却是他们恋爱的绊脚石 传说中的恶毒女配 前世的时候 金一瑶就很喜欢这种小包 炒作她和顾颖红 情笔金剑的爱情故事 当然她不会知道 我就是在等她这一波炒作 前世顾颖红在没有和我离婚的情况下 为她举行了婚礼 我闹了婚礼 金一瑶之三做三 骂胜一片 她一边跪地道歉 一边炒作爱情 拼命为自己喜 我知道 这一次在金娟事件的刺激下 她一定 还会顾及重拾 我一早就找了一个文笔极好的记者 准备好稿子等着她 果然一如我所料 我这边记者刚刚以第一手大瓜 爆料出金一瑶为了抢夺姐夫 坐下的种种恶事 吃瓜群众傻眼了 金一瑶买的水军风 狂的喜地 而我这边广文艳一早就准备好 先是找大伯带了一波节奏 然后营销号下场有条不紊 一连串的信息爆出来 金一瑶的水军顿时就溃不成军 吃瓜群众在瓜的四处奔波 看得眼花缭乱 由于金一瑶一直都会演 具体的 说她偷了白莲花 动不动就会下跪磕头道歉 导致很多人都以为不是抹黑她 毅然坚定地相信她天生 就在这种情况下 金一瑶和张一生偷情的不雅照 报了出来 故周动用关系 几个大平台的热搜榜单 都是锦号故事 集团CEO一腔痴情 终究错付锦号 锦号豪门千斤寂寞难耐 保养清俊一生 锦号还有些不堪入目的言辞 看得我大跌眼镜 我准备好了 运营科我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舆论就把金瑶推上热搜 我在夏威夷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围观着着 长好戏 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看着是国内打来的 我接通了 电话里面 顾颖红的气息都有些乱 温原指你到底要做什么 顾先生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笑得云淡风轻 这就急了 她不嫌急得太早了一点 顾颖红路赤道 你怎么可以这么往阿瑶身上泼污水 榴莲花本身就在淤泥里 不用泼污水 污水池就是她的家 不笑到你顾颖红也是 有头有脸的人 想来也有些人脉资源 查一查 轻者自轻 不会不会 阿瑶是我的小警理 喜欢做这种事情 你就是见不得 她好 在温家的时候 你欺负她 不准她姓温 现在你又编造出这种谎言来污蔑她 温原指我不会信你一个字 我也绝对不会 再回到你这个恶毒女人身边 我听到小姐里三个字的时候 忍不住使劲地握住胸口 痛心 即冷汗和热汗都冒了出来 前生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为顾颖红做了那么多 她却是咽我如蛇蝎 原来金瑶还利用了 我另外一重身份 让顾颖红对她死心塌地 难怪不管金瑶怎么做妖 哪怕是想要我身上的各种器官 顾颖红都义无反顾地满足她 我镇定了一下心神 反称相机 顾颖红你以为你是谁 天底下就你一个男人 没事别骚扰我 挂断电话 我有些站立不住 让亮呛着要出门 圆指迎面 管文艳走了过来 一把抱住我 问道你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我捂着胸口 老半天也没有说得出话来 管文艳急冲冲地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诊断 说是心脚痛 给我配了很多要做 嘱咐我要好生休息 尤其是要控制脾气 不能生气 我询问管文艳 怎么好好的来了夏威夷 她说她不 放心我 以她对顾颖红的了解 她绝对不会就这么放过我 不知道她怎么就瞎了眼睛 看上金一摇 管文艳一边给我榨果汁 一边愤愤然地说道 只要不眼瞎 都知道金一摇 做那些恶毒事情 她一直都眼瞎呗 我淡淡地开口 文艳把榨好的果汁递给我 清俊的脸上 眉头微微皱起 欲言又止 文艳你怎么了 我皱眉问道 原指你不会是对她 我顿时就笑了 告诉她我卖掉温氏股份 就是了断 和她最后一点相互勤奋 我又怎么会对她于情未了 文艳我知道 我懂你我孝道 我收了你的钻石 你的话 但是金一摇和顾颖红 欺我如我 不把这事情处理好 我厌不下这口恶气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我没有说 前世我爱顾颖红 金一摇想法设法 要抢走今世 我爱上管文艳 她必定也不会 放过我 从小到大 她的目标就是 夺走一切我喜欢 我在意的东西 然后回之后快 所以我必定要先解决金一摇 听我这么说 管文艳似乎像是松了一口气 晚上网上就爆出来 前不久 金一摇流产的那个孩子 根本不是顾颖红的孩子 而是张医生的孽种 另外张医医生 给金一摇开剧的假医疗证明 也被扒了出来 金一摇反复否认 但都摆脱不了顾颖红 为着她 在婚内出轨 她却是给顾颖红 戴了绿帽子的 事实由于前面的铺垫 导致的结果就是 顾氏集团的股票开始下滑 顾州以及管文艳 开始收集顾家 洒落在外面的股票 我失去了温室影业 但是我可以坐拥顾氏集团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先是张医生那边出事 作假兵力的事情 一波未平 她倒卖医院药品的事情 又被查出 来 然后被开除 由于她劣迹斑斑 又被金一摇捆绑着闹上热搜 虽然没有哪一家医院要她 紧接着就连着 我这个布局者 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温兆反口了 当初金一摇找她闹婚礼 然后嫁祸给我 她唯恐将来说不清楚 或者说怕被金一摇反咬一口 所以偷偷地录音了 现在她把录音放到网上 其中还有金一摇给她转账的记录 她说金一摇说了 她不能够带着张医生的孩子 嫁给顾颖红 直里包不住火 早晚都会闹出来 所以她要把这个孩子弄掉 顺便让我背锅 吃瓜群众还没有来得及震惊 顾州出手了 顾颖红跑去机场 厚颜无耻 让我把子宫挖出来 给金一摇的事情 顿时就报了出来 机场的监控被调了出来 还有人证 这个反转 让吃瓜群众都大呼吃不消 当初那些 人怎么骂我的 现在就怎么去骂金一摇 真是小刀滑屁股开眼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不亏是白脸表 我的天 我竟然让这个女人骗了 难怪动不动就下跪 天生见她就配跪着 她妈妈被抓了 她居然扣着钱不补税 任由她妈妈坐牢吗 男人也不是什么好动 细婚内出轨 和小姨子不清不楚 真够恶心 对离婚了 还骚扰威胁前妻 还让前妻把子宫给那下界女人 就那女人也不配有子宫 网上骂得实在有些凶 顾氏集团的股票一跌再跌 众人都是追涨抛跌 我再次大肆收购顾氏集团的股票 顾周打电话告诉我 顾颖红要疯了 今天下午的例会 把电脑都再砸了 晚上她动手打了金一摇 现在金一摇被她关在别墅的地下室 由于顾氏集团股份骤跌 让顾家的股东们都非常不满 准备召开股东大会 商议罢免顾颖红的执行 一忧一指 顾周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我还需要另外一样东西 我问管文烟 愿意陪我去一趟瑞士吗 管文烟笑着搂着我纤细的小蛮腰 说是愿意陪我到天涯海角 午后的太阳 从宽大的落地窗照进来 那在管文烟清俊温润的脸上 我看得有些痴迷 闲是我怎么就脑残了 放得如此良人 不要瞎了眼 看上顾颖红 我与管文烟去了一趟瑞士 在对视拍照 发朋友圈 发微博 我现在的微博粉丝 竟然有上百万 原本都是跑来骂我的 但是金瑶一路作妖作恶 到头来 倒是成功 让我圈粉百万 我这边刚刚发了微博 下面很多人给我点赞转发 还有各种祝福 那边顾颖红再次给我打电话 语气中 依然带着那份纸 高启阳的不可一世 温元职你要做什么 电话里面 我发出引领一般的笑声 畅快之急 顾颖红 我要顾市集团的所有 顾家的房产股票公司 私地气为独 不要你管 文艳从我背后圈住我 给我挂断电话 轻轻地说到一个疯子 莫要理会他 我回国的时候 顾州特意去机场接我 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股东大会定在下周五 到时候 就让顾颈红一五所有 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顾市集团股东大会 顾颈红经营五年之久 虽然也有一些自己的人力资源 双方吵得差点就打起来 但是当财务总监 把顾颖红任顾市集团执行 CEO亏空的账本 摊在会议桌上的时候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我当初和顾颈红结婚的时候 是带着温家的潜入股 所以我本身就有顾家15%的股份 加上我最 近零散收集了一部分股份 加起来一共持有顾家股份 23%顾州手中有20%的股份 基本上顾市集团算是我们说了算 顾州提出来 竟然是顾颈红的亏空 就让他把手中顾市集团的股份拿出来 弥补各大股东的损失 至于顾颈红本人得心有亏 导致顾市集团股票下跌到这种境界 公司还各种亏空 CEO一职能者居之 顾颈红还想要反驳 无奈最近的种种 让顾市集团原本支持他的股东 也都寒了心 的事就照着顾州的提议 决定了顾颈红气的脸色发白 砸咖啡就准备走 我叫到顾先生 请留步温原指 你又要做什么 顾颈红握拳 双眼通红 我笑了 把从瑞士银行保险箱带回来的东西 推到他面前 说到你七岁那年 身患白血病 四处求可以匹配的骨髓 顾家和温家本 来世世交之后 那年我才五岁 本身就生的弱小先生 我的骨髓和他匹配上了 我爸爸本不同意 耐不住顾家上门哀求 还有我的继母今天凑合 于是我给他捐赠了骨髓 救了他的命 我不知道 我爸爸到底出于什么心态 当初的捐赠和医疗相关手续 他都存在了瑞士银行 前世我到死 才从金义瑶的口中得知 原本以为被销毁的资料 请把我爸爸当年 赠你作为信物的小警理 还给我我轻轻地说道 顾颖红就像是看到鬼一样 呆呆地看着我 然后他连连摇头 说道不不可能不是你 那人明明就是阿瑶 温元旨你又弄什么鬼 你把我害得这么惨还不够吗 你毁掉了故事集团 你还污蔑阿瑶 他像是发疯一样冲过来 一把抓过我 得依领叫到温元旨 你骗人 另外一半警理 明明在阿瑶手里 就是骗我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顾周忙着叫保安 这才把顾颖红拉开 顾颖红 另外一半警理 为什么在金一瑶手中 那是 他从我这里偷走的 我整理了 一下子衣服 说道你若是不信 可以回去问问金一瑶 或者做一个匹配鉴定 我凑近他 看着他因为愤怒 或者是别的因素 扭曲变形 显得有些猙獰的脸 轻轻地说到顾颖红 早知道你是如此不堪 我宁愿去救一条狗 你要知道 你是靠着我的骨髓 才能狗活到现在 余生你都是捡来的 顾颖红惨叫一声 冲出了会议室 全文完